我叫曹潇潇 我是馬老惠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的一名演員 第一次演出是2019年2月4號 因為那是大年三十 我覺得天哪 這是一個很好的新年禮物 其實演出之前 有幾個晚上我會睡覺的時候 會想到我會有點緊張 但真正你上台了之後 就覺得 哇,這個很奇妙 就覺得這也太美好了吧 我們3月12號的時候 下午場的時候 演出中間 然後突然 Manager就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場演出結束後 我們就要開一個會 因為晚上的演出就要取消了 然後我們當時就立馬覺得 這個事情好像真的是嚴重了 因為在那之前 紐約也沒有什麼病例 當時跟我們開完會就說 那我們就有四個星期的 就是shut down的時間 然後我們4月12號再回來 當時沒有覺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後來到家之後 事情又變了 就從四個星期變成了六個月 變成了一年 然後現在估計一年半吧 兩個星期之前 我們的Manager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從10月22號 開始回來演出 但是就覺得首先是 就是relief 終於 然後又覺得很興奮 又覺得很想再回到舞台上 因為就是我可能人生中 最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在舞台上 我三歲開始跳芭蕾舞 是我媽媽把我送到學校去的 因為我媽媽很愛舞蹈 剛開始是在業餘班學習 然後到10歲開始是 想要比較專業的學習芭蕾舞了 所以當時去考了舞蹈學校 最後進入了廣州芭蕾舞團的學校 畢業之後就很幸運的 當時廣州芭蕾舞團的團長張丹丹 就邀請我加入廣州芭蕾舞團 一共待了六年差不多 一直跳到了讀舞演員 來紐約之後 其實以前的團有一些演員 我聽說在百老會演過 《West Side Story》 當時並沒有覺得 我可以進入百老會 因為可能小時候觀念是 我要是跳芭蕾舞 就要一直堅持跳芭蕾舞 但當葛芭蕾舞 他有一個audition 一個試鏡的時候 我還是就說 鼓起勇氣去參加了 主要還是覺得 我自己要走出我的舒適圈吧 去嘗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既然我已經來紐約了 我考試是2018年 我考了三次 然後第三次就考上了 我們亞裔在百老會的 大概可能也就二十幾個個人 在總人數還不算特別多 我們的音樂主導師 他當時也跟我說過 他說其實你們進來 也不會是專門說 我們需要多少個族裔 所以在我們這個team裡面 我們才選你作為亞裔 是真的 是你有這個ability 是你有這個能力 你才進來的 到了百老會之後 可能你的title 就是比較是 actress 或是是broadway performer 但是以前在芭蕾舞團 你的title 可能是ballerina 是芭蕾舞演員 所以肯定是 還會感覺有點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現在 我以為特別喜歡 這個 百老會演員的身份 在這兒 有這個能力 是有這個能力 還是有這個能力 是誰 你會有這個能力 可以選擇 你會有這種能力 感谢观看